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安保防导的高级系统顾问 John,今天是我们新一辑智慧城市系列的第五集 会带大家看一下未来的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就是利用科技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提升管治成效 为未来规划做好准备 本港近年正是密罗紧古禁规划新市镇的发展蓝图 现在统称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蓝图 可以追溯到早年提出的十大基建之一 古洞北、粉岭北、打鼓岭和洪水桥新市镇 以及近年提出的新田科技城和洛马州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香港一直面对内外挑战 例如地价高昂、缺乏新经济动力等等 配合新市镇的智慧建设 上述规划一定可以带领香港到新台街 迎难而上,再创高峰 智慧出行方面 配合5G密联网的汽车 搭上电子地图 不但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更会根据路面行车流量 自动找到最佳路线 避开交通制塞刻点 这些都有赖政府部门的合作 例如运输署会在各主要交通缸线安装交通探测器 接收实时交通情况 并取得相关资料数据 更会按天气数据预测行车时间和速度变化 但值得留意的是 现在还是积极测试阶段 有待完成立法工作 但是自动驾驶和车联网的发展的确令人充满憧憬 还有,是可预见的将来 我们可以预计传统的柴油、汽油 和石油汽车辆会逐渐被各种新能源汽车取代 轻汽车、电动车和相关配套会逐步是社区准备好 不论是私人录院、公共场所都会增添 充电设施 而且,会配合税务有因给车主更换电动车 商用货车、巴士和的士都会逐步开始进行试验 为2050年香港实现碳中和迈向新一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快将动工 会连接鼓动、新田等地的北环线和洪水桥站 展望将来 北部都会区会有多个跨境通道和关口接驳内地 我们拭目以待、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香港新发展势头 还有,尚述发展区域地方不小、发展潜力无限 但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去维持社会秩序和管治 我们相信使用先进物联网技术和保安科技可以好好保护市民和社区 城市保安方面 会是人多聚集、有安全风险的地方进行影像人流分析 和使用路灯上的摄影机进行为来泊车监察等等 这些都可以降低监察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更加可以配合人工智慧偵测可疑人士和潜在犯罪行为 并进行全天候监察 不论日间还是晚上 都做到实时监察 保障市民出入安全 而且电子化出门和消费记录亦令犯罪人士易于追踪 行踪无所遁形 城市治理方面 可以利用物联网科技 偵测各种自然灾害 例如山泥倾射、水浸等 是适当为置安装相关感应器 如果数值超越临界点 就会传达到公职人员去通知公众人士 并悬挂相关警报 物联网科技还可以收集环境参数 除了传统的天气数值、温湿度 和各种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易氧化淡、易氧化硫、臭氧、一氧化碳 可吸入原浮粒子之外 近来 公司仍组织亦积极测试物联网系水测监察的可能性 亦进行了智慧登柱路边收集数据的研究 总而言之 智慧城市革新社会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应用于香港的新发展区域必定相得益彰 蓬勃发展指日可待 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比喻 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